好继续带您深入来了解 大奔地区呢原来是布农族人居住的地区 1933年到1934年因为日本集团移住政策 族人呢是被迫移居到山下 不过浊西清水部落的阿朗伊斯里段 到国小三年级都还有跟家人到山上过年 以及种植小米等等的作物 所以继续向林业的单位 公所等圆明会来补办增化编 那么终其乡长田桂花表示 不舍族人为了土地奔波多年 所以亲自与相关单位人员登山 出发前往会刊 那么经过了七天 5月7号终于是下山了 并且表示也都完成林业署见解定位 接下来会尽快来完成资料 协助族人将土地的面积范围 资料递交给林业署来完成审办 手指的地图明确知道 待会要前往会刊的位置 就是海拔1320公尺的大分住在所 主席乡公所 雨林业署 玉山国家公园 还有申请补办增化编大分原宝地的 清水一丝离乱家族成员阿让 走了三天抵达的大分进行会刊 这个里面第一点我开始写坐标 然后你的这边呢 没有没有 要往这边 要往上 还会有80公里的探刊 是我任所长以来最严的会刊一次 大分地区原来是布农族人居住的地区 1933到1934年因为日本集团移住政策 族人被迫移去到山巷 不过 周西清水部落的阿让一丝离断 到国小三年级都还有跟家人来山上过年 以及种植小米等作物 所以继续向林业单位 公所等园民会补办增化编 说着过去的回忆 阿让非常的思念这里土地带给他的快乐 所以继续要完成长辈的心愿 把这块属于自己家的土地归还回来 可以还回来 希望就按照以前那个面积 就这样 不多也别说不多不少啦 南美就偏差就能不能再还回来 但人事已非啦 周西厢长田桂华表示 不舍族人为了土地奔波多年 所以亲自与相关单位人员登山前往会刊 经过了七天 5月7号终于下山 并表示也都完成林业署见解定位 接下来会尽快完成资料 现在公所已经把探勘的所有的过程 都有已经处理好 那未来我们会尽快 请一时一段的当事人用最快的速度 把所有的资料给我们公所 那我们会尽快的乘到中央去 请中央也重视这样子的一个 让我们布农组可以回到自己祖先的 这样的一个土地的家的部分 大芬目前在玉山国家公园 土地管理机关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是否可以增化边为原住民保留地 公所表示会依法审核 更希望中央能够重视 记者高双双佐西湘采访报道